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快刺激兄弟的瘋仔 今天就要教大家 Lavocation 導覽列 事不宜遲 正式開始 首先我們打開JS Widow 用昨天的Project 輸入BoostJet.mim.css 剷頭和尾兩個Banner 然後中間你見到 我們留下了一個貼文 首先我們去到BoostJet的網站 暗Gest Starter Components NAVS 平時導覽列 大家見到好像BoostJet官網一樣 導覽列就是暗的時候 然後去第二個Page 我們想像到的效果就是 暗的時候就要錄到下面想要的位置 例如我們Copy第一個 縮小它先 暗溫 大家見到它已經有導覽列 四個連結 那我們剷回Disable那個 那個是取消的樣子 以及Active 之前有教過各位同學 A是連結的意思 HREF裡面就塞進去連結 現在就有不同的做法 給大家看看它的效果 例如我們這裡寫 1 2 3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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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现在HREF里面已经不是放超连结了 是放一个井号加一个ID 一会跟大家讲一讲ID是如何塞到下面的DIV里面 然后可以暗的时候可以去到那个位置 1,2,3,4,5 这个对应的就是在ID里面 ID是什么呢? ID等于如果这里是正正1的话 这里写1就可以了 如此类推,copy 这句 第二个就是Tool 为了可以看出的效果 里面Heading里面讲为Tool 第三个是Fee Four 现在大家看到是有五个贴纹的 我按1的时候,它已经移到去 2,它就移到去2 3,亦都会这样 4,为什么它会移不完呢? 因为我们再拉下去这个画面 已经拉不下去了 所以4和4都是看不完的 大家看到是一样的效果 好,今堂的NAV notification的内容就来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记得按订阅分享和小铃铛 不记得之前的影片可以按上面的影片 拜拜